你对这影片还有印象吗? 一名德士司机上个月因不满车子轮胎被锁 除了不要骂宾州睡政厅执法轮延以外 还将他强拉到对面马路 这过程被人拍下 上载到网上之后引起广传和讨论 当事人也就是那名德士司机 今天首次现身重述事发经过 我就跑出去 你不要走 我要知道你是谁 然后他一直走 然后后面的朋友就拿着插我 然后他就推我 所以我就大声喊了 哎,又那么不被塞压啊 你们要打我 然后很多人就跑过来了 马路就没人跑过来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问他 你是谁 他解释当时觉得被欺压 才与执法员拉扯 过程中一名执法员用笔刺到他的身体 他强调事发前自己就在车里讲电话 而车灯也亮着 执法人也没有理由锁他的车轮 至于事发时拉着对方不放 是因为一心想知道执法员的名字 以便日后投诉 虽然坚持自己没错 不过他还是承认自己当时情绪带激动 做了不良示范而向大众道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